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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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姨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這個齊全教室 今天是拜三 有關論到阿姨老師 來這裡教大家 要怎麼運用期貨 來這樣賺一個收費用 或是來賺一個機會 我們現在就是 最簡單的原則 就是要順勢做大 千萬不能一期用輸 尤其你要知道說 做期貨 它是在算什麼 你要先了解 它的商品特性 但是我們先決條件 就要像阿姨老師所跟你說的 順勢做大 除非呢 逆轉跡象出現 何謂逆轉跡象 就是多翻空 或是空翻多 那個轉折點 一二一老師 以前把你加過 要怎麼抓 那個轉折 然後可以 要記得嗎 我們說 有技術分析 我們很多教室朋友 那些人 只有黑了 黑了 就描用 為什麼描用 常常在看圖說故事 對不對 所以我說的 你設定的一些指標來說 就要馬上 即時的反應 轉牆 還是轉弱信號 所以是不是處在超熱區 還是超跌區 這個東西呢 是高檔 還是八檔的 背離現象 所以這參差 這是明天有機會 我就幫你做一個報告 如何防止過度的追高三地 這就是很多看圖說故事的盲點所在 我們很簡單說的 周線是在抓趨勢用 日線在抓轉折用 分時線在抓買賣點用 這很簡單 一二一老師 以前把你加過的工夫 說我們的指標 簡單說起來 兩個重點 一個周指標 一個日指標 來 一個周指標 一個是日指標 來 如果兩個同步往上 阿姨老師把你加過 這就叫做順勢而為 兩個指標同步往上的話 我們就很簡單嘛 就是做多嘛 對不對 非常簡單啊 大家都會效啊 但是 有的導遊朋友 變賺到一數一數 哪怕說去兩倍 去五倍的股票 或是有這個方向 你變賺到10% 或是一支承天板 腳底半油 我就說 你就順勢喔 喂 給你賺結費的時候 做你盡量 了解嗎 所以 如果兩個指標 如果同步往下呢 兩個指標同步往下 這我們就要做空了嘛 很簡單嘛 是不是 我們你說的 那有一些股票 那腰斬 再腰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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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這樣奇怪的咧 那一些導遊朋友 尾頭目到尾 那股票啊 買到忘記了 客人啊 為什麼會忘記 你說的 是贏忘記還是輸會忘記 就是輸忘記嘛 啊 我也知道你咧 人家 剛才我才跟你說的 那腰斬 再腰斬 指標 會往上來往下 往下 啊往下 就要做空 那你為何 為頭 後到尾呢 那就很明顯的錯了嘛 我才跟你說順勢喔 喂 了解嗎 那如果摔下去咧 那如果說 他上一下咧 喔 啊 一上一下怎麼辦 日子標跟周子標啊 一上一下怎麼辦 人家 那那東西啊 就不確定因素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當衝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有阿姨老師幫你加這個眉角 這最簡單的啊 不要跟他說不會 那日子標跟周子標 這個 就可以讓你掛保險 你如果順勢好的話 我保證你沒事 那如果要順勢好的話 那我們實在說的 有的道主朋友啊 好 做到切心 為什麼 就意氣容疏啊 人家啊 這個慘敗歷程喔 我們要優秀了解 有的道主朋友啊 為什麼說啊 有房地傘 拿去啊 把人家救錢 來做股票 那股票呢 那如果便輸到了 怎麼做 就把它拗下去啊 忘記了啊 所以輸到已經沒有錢了 那好啊 想說要來拚 持貨比較快啊 你沒有了解 持貨是在算什麼啊 誰在黑白粉啊 結果呢 拿做高平的女生 來做股票 找死比較快 不然呢 那做股票也輸 再來呢 就是做選擇權 那如果選擇權 換個歸零膏回來 你說怎麼辦 氣了了 人家啊 我不知道跟你說 順勢好的話 是非常重要 我記得阿姨老師 幫你教的這沒教 這怎麼給你掛保險 保證你沒有事情 你如果要逆施好為 我就沒有你的法度 我為已經說到這八了 自己人要來 好來 你說要拚持貨 你也要了解說 持貨是在算什麼 來 持貨啊 它是大盤的衍生 是看大盤的企業 對不對 我們持貨人 如果准版土台子 來 它的槓桿倍數多少 19.8倍 將近二十倍 將近二十倍喔 來來來 一二一老師給你教過的工夫 來 說給你傳一個 這個三口端來 來 三口端 保證金一口端說八萬三 三口端賺給你二五萬 二五萬啊 乘以它的槓桿倍數 將近二十倍的話 就定義 好像用五百萬 做股票 一樣的意思 你要了解啊 期貨 它是大盤的衍生 它的操作的難易度 和股票 做比較的 我們就優秀了解 是做股票更簡單 還是做期貨更簡單 來 你要了解 事前準備的四項 做期貨 可能 如果國際盤看見 大家就知道方向了 如果做股票 好 什麼基本面 什麼技術面 什麼籌碼面 層層面面 都了解得好 來 我問你 到溫潭 也沒有溫潭 那就對了 這樣你說 是做期貨更簡單 還是做股票更簡單 哪怕股票漲停7% 人家 你知道說做期貨 幾% 如果說要賺它7% 多少就有了 來 我們了解一下 公尊做期貨 保證金八萬三 如果要賺它7% 29點就有了 不相信也有29點 對嗎 這樣就要賺它7% 不便 你說他現在說漲停加速 給你加加的 才四五十幾 你就要賺它7% 但是有一些股票 那是不值得你買的 你過去就是犯那種追高沙滴的錯 你還說喔 不再引來這個遺憾 所以我現在就教你方法 那有的股票基本面真的很不行 哪怕它十字的掌停板 該你沒有什麼事 反而咧 那種股票 基本面差用人為炒作的模式 就是剛好我們現在 這個規則有一所改變 說什麼平盤以下也可以放空 那種股票拿來做方向剛好 但是咧 你來存在那個轉折點啊 你存在不到那個轉折點 說的都會不會 對不對 好來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教你如何 研判轉折 來 說起來 只有條件說啦 我們道主朋友 有時候在做這個盤 沒沒想 不知道在搞什麼飛機 起就說太好 路就說太壞 客人 阿姨老師直接跟你建議啦 我們只有條件說 這說起來條件說 裡面都有十項 而且以現貨為主 因為期貨是現貨的衍生 現在咧 整個動態都集中在第十點 國際宏觀 因為國際盤 尤其是美國盤 馬首是瞻 人家 來來來來 給你哭啥一下 那東西 8月27號 美國的道重指數 你怎麼看 來 請給我來 這個經營 你怎麼看 看路大家都說壞啊 人家 阿姨老師跟你訴求 你學技術分析 黑哪黑就要用 這已經超跌背離 會吸引買盤進場 那如果吸引買盤進場 是會掉還是會漏 會掉了 但是那東西在漏呢 那那東西叫你用力賣 使勁賣 你這樣看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怎麼看她的結果 從二一老師說完之後 都被拆開了 看著看著 現在再發覺說 這樣 現場之下 會不會影響台灣 會不會 會不會 對 對... 如果公司那個東西 來,你看看 百二十七號 客人,我們台灣同樣百二十七號 我們的經營是什麼樣子? 來,請給他儲我來 麻石筋路 我告訴你低檔有限 如果有國路來的機會 你就用力買石筋買 敢不敢? 你習慣看圖說故事 你絕對不敢 我告訴你 條件說其中一項 就是國際宏觀 說到這個國際宏觀 我們就是美國盤馬首是瞻 結果那時候 阿姨老師就跟你說 美國盤 那時候就已經出現 抄疊背離 會吸引買盤進場 結果你看到美國盤是拖著攏 結果來,你看看我們台灣 有盤子對你起來嗎? 來,一天一天看 那時候 阿姨老師幫你捏這個轉折 你說呢 這樣捏得漂亮嗎? 現在跟你教的就是 如何判變這個轉折現象 你知道嗎? 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要捏轉折 說很簡單 但是呢 如果要交給你 或是你又又又沒有目瞭 所以我們技能上 要不斷的去提升 人家 如果走到這裡 我還要跟你做請教 自美國 9月18號 那時候公布出來 QE政策維持寬鬆不變 不變而已喔 有沒有有預期? 沒有啊 也是這樣啊 有沒有擴大寬鬆規模? 沒有啊 所以我就說這是符合意期而已 符合意期人家住在這裡 吸引擺盤進場的 人家在擱擱買… 買到這裡來 利多出境 謝謝 有空再聯絡 如果美國 daí 發佈 這個QE政策維持不變之後 開始做下修 這樣你講的 會不會影響台灣來 這位 跌幅已经修正2.45% 你说会不会影响台湾 但是这东西 我们台湾的经营什么样 在这里 刚开始正经反映出来 正经反映出来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的 就是转折现象 知道吗 说依实物上 我现在刚刚套上 刚刚最近有这样转折现象 这个机会出现 刚刚拿来做教材 让你了解说 这东西如果转折现象出现的时候 该做多优利 还是该做抗优利 你来优素了解 你只能够尊致 我们的部位 要怎么拼算贏 知道吗 所以在这里 你要尊重趋势 不可以用过期的义气用输 来直接消费 拉肥买早点 再下跌 买午餐 怎么这么破地呢 宵夜晚餐一起买 不可以用过期的义气用输 你脱死比较快 不可以这样做法的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要尊重趋势 顺势作单 除非逆转迹象 如果这次后面 要有一些布局的 美美感觉 我们稍微先进广告一下 稍后阿姨老师 再来跟你说上诗 我们稍后马上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方位财经网站 请搜索运通财经卫星电视台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币性工具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是赵小龙 我是李景光 小龙的妈妈 回面党台北市议员初选民调 请您唯一支持赵小龙 头痛 请用语分珠 去记贴 请有记贴没分珠 没分珠 快够好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牌密码 空天雷点试诚经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星法 五大转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牌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费勾 带 神水器材轻松省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人家啊 这回阿姨老师 特别给你教说 如何判别逆转迹象 人家 不可以每个月看图说故事 那贪不败啦 来来来 不可以说漏的时候就看太败 好的时候就看太好 那种的我告诉你 三个小孩就可以做老师 我给你提示的不是这个漏 是给你提示的超跌背离 会吸引买盘进场 结果呢 就这样 拖在弄起了 这是美国的道琼 所以后手这样 自QE政策发布了 开始利多出境 走下修的路线 这个阵营 不是说会影响台湾 全世界都同样 来 我们现在先跟你说亚洲的情况 亚洲 日本 来 我们现在所看 转弱迹象 对吗 再来 南韩 已经走弱了 再次来 大陆 也是走弱 再来 我们这个香港 也是转弱迹象 再来 新加坡 也是已经转弱下去 所以美国盘 的企业 是绝对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做企业的人 不能说 国家国事没有去他了解 找死比较快 在这边 你要靠运气吗 千万5充5 来来来 刚才我说的亚洲盘都转弱下去 那台湾呢 会独强吗 像你说看 会独强吗 很难吧 所以在这东西 我们既然如果判定这是转弱迹象的话 来 要怎么布局价格 要怎么贪大钱 人家 记得阿姨老师说的 准备这三口团来 我们一口一口来就好 我们不是来拔香轿的 就算说你要贡这种钱 也要扣一种地匪一下 对不对 一口一口来 三等份最好 那一口一口下去 不好意思 如果行政换到呢 如果错的话 怎么就要把他拆掉 千万五通了 喂 那拆下去了 我刚才你说的 这是算杠杆倍数的 将近二十倍杠杆倍数 如果换到 来来来 阿姨老师的准备是怎么做 如果换到 我们就当机立断 不可以拆拆拆拆拆 知道吗 我们如果不对 说准多少好意 来 我们看看说准备多少好意 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这书要有准备 不可以说准备拆拆 来喔 说给你创二五万 对不对 变十月如果不对 我们就三十点停顺 一顿两百块 算起来是输六千 还给你加手续费取交税 算上的了 三%钱来要改冠 怎么说的三% 就是这二五万的三% 那二五万的三% 算起来是七千五百块 因为还要加手续费取交税 对不对 一会都给它输三% 客人 你算一下 要给它输五十 比方这二五万的成本 要给它输五十要输几次 你看清楚 要输几次 输三十三百 这是用二一六四的方式 如果用六方式 客人 如果要消费拆下去 这个或许不是三十点 变成三百点 这输的是六万 六万这一次就要输三十八 这三百就买单了 用六方式 输较久还是用二一六四的方法 输较久 所以我说要尊账 不对就是不对 不可以死后嫁后知道吗 哪怕我们这会 如果我们的行情来 不对来说 我们六千块输一 还给你加手续费交税 准三%给它 要贪到回来就快 对不对 我来给你加过了 人家 这就是你最好的保险 日线周线指标同步往上 我们就做多 如果周线日线的指标同步往下 你就把它做空 这样的 如果产生矛盾的话 一上一下 我们就用作当冲 知道吗 所以说不能一直用数 不对就要当纪律断 不能死后去后 对不对 我们就回来了 如果贏了 刚才阿姨老师就跟你说的 我们用这三招担来 对不对 一招一招担在路 那我们在哪里 我们来第一招贏呢 可以加码吗 当然啦 加码我们要有一个安全距离啊 不可以说贏一个10点 贏一个5点 就不需要加码 好 找死了 那要有一个安全距离 万一啦 加码下去 还担担回来呢 我们可以找中文的价格 把它出现 准做白纲也没了解 对不对 所以说这阿姨老师 以经经验坛来跟你说 我们是担50点 第一招下去 如果贏50点以上 我们再来加码第二招 如果第二招再加码下去 如果贏50点以上呢 我换第三招来 如果第三招下去 如果贏50点以上呢 刷了就第四招 第五招 第六招 第七招 一路加码下去 这就叫做顺势偶违 这样你了解阿姨老师 在跟你说的重点 我们说 输要尊责 对不对 要贏呢 贏都要趁胜追击 再贪大级 我们说 这个行情 好不容易 嘟到如果顺势 来 我说 这四个情况 四个情况 各取四分之一 可以让你实时在在做多 也顶多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吹一年200天的营业日 算起来差不多几天 50天而已 如果做空 也要脱四分之一来说 也是50天 对不对 捏到水的时候 你只要滚来 滚来把它谈下去 如果一上一下 指标一上一下的时候 那就是二分之一喔 就当下两百天的营业日 就一百天一上一下喔 所以说 我们跑不容易 捏到水晶行资亚 你就要滚来贪 必须要洗衣 这就是我们要运用 持货的好处的地方 我们这样算起来 一二一老师刚才跟你说的 我们准备这三口担来 对不对 来 准差不多四百五十点的行情 就可以贪他一倍的钱 怎么说的一倍 二五万 三分二五万 就可以贪他一倍了 四百五十点的行情喔 来来来 你四百五十点你做股票 你贪一倍来给我看看 那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说这就是运用持货 在贪大钱的 这种的工夫啦 不是来这么高兴趣的 人家啊 千千万万 不可能摸到这两字喔 人家 你如果贪出台语 怎么贪 这两字啊 怎么贪 让它很平衡啦 不对 就是我说的 当机立断 如果对的时候 你都要趁散追击 抓到小子 抓到小子 你就要大来大来贪 这样才会去贪大 就贪大钱 知道吗 不可以说变大费 抓到机会 他又糟糕 再来厚费 你常常重蹈覆测这样的问题 这样应该贪不大钱嘛 所以我跟你说的 一旦日线周线的指标同方向 你要好好运用在实物上 哪怕以后有大行情 对不对 你就要好好落到这个机会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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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都问我 为什么要搬到桃园 我都反问 你们看过力宝W1了吗 晴天29层 南侃唯一现代地标 中正路2200平绝版角地 力宝建设33年豪宅品牌 南侃交流到一分钟 国门第一都力宝W1 全新落成03353-0888 定打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投雇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去听 请用去听五分钟 五分钟 净够好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排密码 红天磊点试